大家好,歡迎回來堅仔草馬頻道,我是波仔 星期六,沙尼馬場馬不停蹄,有十場入馬賽事 跑百草兩泥,草地用C加三最窄的跑道 這條跑道一向都不能沿途太過洩毀 如果要選後上馬,都可能是早段省了些位置 極其量走二碟,直路移出中外檔衝可能會較好 因為C加三的三年跑道,可能內蘭場地践達較多 有些陰陽地也不一定 黎地的賽事,最近跑1650全部都可以追 衛席格格,以及南莊瑞寶全部都可以掩蓋 短途賽,再推翻前1月5日的時間 常山奇寶,超能力,安哥,全部都不是一放到底 看看臨場的偏差會否照相近幾次的形勢 因為黎地的拖跑形勢比較大 總是黎地很好,如果遇到不利追或不利放 便可以顛倒表現 先看頭場的賽事 四巴跑1000米,新舊馬混戰 往往新馬都會吸引眼球 或憧憬他的前景或試襲 但往往好像刀帕明 他上一場1.6倍,可以炮湯 首選方面選了舊馬,預計會有賠率 選擇2號的法樂海旋 其實這匹馬,貴內有兩場在三班直路賽 都是強組來的,所負不遠 先太108種場次,現在鏡頭見到 頭五名的馬是亮先生高耀之星 好好學習英之星,極速前進 拿起手上來,局折後都會贏到馬 如果說頭五隻好像離地的,要強一點 旁邊有大武士,走近電損機的場地 都是較不利的 之後都可以在藥組中贏到頭馬 聖感,之後在谷草中落到四班都贏馬 這場是三班108,10月20號的賽事 再看看前一場,272總場次 12月21號的3萬1千米 14檔起步的法樂海旋 這場馬出閘也不太慢 但這組馬亦是強的 前面有些跳出世界,小太陽 中間有藍衫的韋小寶 這場馬出閘也不太慢 最近剛剛菊草落寵被贏馬的大紅包 都是這組內有份衝的馬 而法樂海旋近觀眾席的白酒和紅帽 其實他都沒有被這堆強手拋掉 中間還有些角取所需賺到補足 蓋上來 所以連續在這兩場三班1千米的強組內 法樂海旋都有些接近的走勢 埋門也有試襲 見到快襲得來,不斷關注力也好 所以我覺得這批法樂海旋 外地都曾經試過稍微留著 而會追馬來贏 如果這場多側身馬 早段捕速拉得快的話 這隻估計好多捕法樂海旋有得搏 而12號馬影疾 來到香港就跑了三場賽事 我覺得他跑得最好那場是 初出跑直路的時間 馬上帶大家看看 那場總場設是088 灰馬仔現在中档 黃黃地三的就是影疾 前面這隻的奮鬥同心 就賺了個部速 而這一組整體的水準也不頑 中間又是指表衛小寶 前面還有些超能量 這場的部速 比前面更慢的奮鬥同心 是較為有好處的 而影疾 中档其實是稍微洩一點的 左搖右擺再穩位之下 末段都追近了這隻勝利在手 紅衣白帽的一匹 以及裡面龍城勝仗 這兩匹馬最後 一兩場之後 已經有交出表現了 末段這個影疾越撲越近 以初出界兩頭片都有點走勢 這次賽前 潘頓跟他操了五課 操練動態都頗積極 而在這個埋門的時間 亦都有這個 綠草地彈 貨閘 那貨就頂了眼罩試 試清試楚 今次就加交叉被割 這隻有少許噩頭的馬 在潘頓手姜誠 比較柔軟的情況下 都操控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影疾 今次跑回1000米 是可以幫得到這匹馬 前面有個補足 如果好像剛才088 那一組有得蓋的話 我覺得可以兼顧 三下精算八方 他這次賽前 在神科紀錄中 缺了課15天 但我覺得 塞岸克爾 被這匹馬 手手休息 最近兩場表現 好像比較失望 我覺得 就關乎於他 大前一場 總場設1-8-2 他沿途快跟軍達星 現在彎位走三碟 精算八方 這場是用力比較多的 所以 之後跑12-1 那場泥地 慢閘 然後在上一場 亦跟快步速回來 就頂不住了 所以給他一個休息 而看這場 說軍達星贏得掉了 雖然說4班 之後 3班 2班都贏了 而這一組 外面上來的齊齊法 神州進馬 其後再出 都可以在4班 贏到馬 或者上名 這一組 120賽的水準 亦不低 今次小優 盲門做加油集 都是阿塞 習慣常的 操練功夫 又是舊馬 可能換到賠率 可以兼顧 而第四場 對不起 第四選 羅都柏明區 上一次1.6倍 炮湯 但看294這場 步速都很快 走完二貼 把同學生存azione 這次再加上眼罩 他之前的試集 都可以跑步 順滑 雷神 都有剪定 但一定會流行 每一隊都是兼顧 熱鬥載神 每碗都是不般 如果包裹上4重賽 都可以兼顧 大致上 頭場的框架 хочу自於把 我選擇微蚕 12号馬映投 生日精算八方和老馬刀牌明區